专属水果日 小头爸爸怎么还没下班 我回来了 小头爸爸回来了 正好开饭 小头爸爸 你的体检报告拿回来了吗 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就好 酱藏菜 缺少维生素 只是个小问题 不算什么 不算便 月牙老师说 不吃水果就会缺少维生素 大头儿子说的对 你就是太不爱吃水果了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要给你好好的补充一下维生素 要睡得真舒服 周波可真好 什么 哪来这么多水果 快点来一会儿 微居妈妈 怎么回事 这是又搞促销了吧 超市 没有促销 这都是我和微居妈妈专门给小头爸爸买的 给我一个人买的 没错 我们决定今天是小头爸爸的专属水果日 水果日 今天的早餐煎鸡蛋太棒了 我要吃 微居妈妈 给我来点糖色的鸡蛋 微居妈妈 现在可不是草莓时间 我的早餐上哪儿去了 草莓就是你的早餐 因为今天是你的水果日 为什么 多吃水果 补充维生素 这可是为了你的身体好 好饿 一盆草莓叫什么早餐的 还是去找点正经东西吃 是不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怎么全是水果 真的全是水果 饿了吗 来点零食 这就是我的午餐 没错 这可是我和微居妈妈为你精心准备的维生素大餐 这里面有香蕉 橘子 都是我包的皮 我不吃沙拉 水果又不是药 你干嘛这么痛苦 我是说 微居妈妈 这样总是水果太单调了吧 小头爸爸 我和微居妈妈早就想到了 你等一下 看 超多种口味的水果冰糖葫芦 这样就不单调了吧 先炸的草莓汁更好喝 沙肠菊 补充维生素 小头爸爸 来吃晚饭了 我现在吃了一肚的凉水果 现在肚子里好不舒服 我 没关系 微居妈妈刚才说晚上做的是热菜 太棒了 热菜总不会是水果了吧 小头爸爸 你的晚餐来了 拔丝苹果 小头爸爸请慢用 怎么会是这样 小头爸爸的肚子在叫 一定是没吃饱 我 小头爸爸 这颗大西瓜都归你了 不是没吃饱 是肚子糖 吃了一碗热菜 肚子糖 终于舒服多了 我还不是为了多帮你补充维生素吗 文心妈妈 水果维生素再多也要慢慢吸收 一下子吃这么多 这还吃出痞吃来了 有道理 看来以后得把水果日变成水果月才行 把水果分散到每一天都吃 这个主意好 但是这个已经熟透了 今天必须吃掉 送给围屈妈妈的赞美 好搞笑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美味的饭菜做好了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快来吃饭了 小头爸爸 你说他的小丑鼻子是充气的吗 好像是西湖室做的 开饭了 开饭就开饭 找什么急 回去妈妈 我看完这个再吃饭 不可以 吃饭真浪费时间 等吃完了 节目就结束了 咱们快点吃 马上回来看看 好不好 回来 小头爸爸 那个小丑一定是个抛鸡蛋的高手 是啊 快点 他发现跟露脚似的 大头儿子 多吃点 今天的冬瓜虾仁是不是有点咸 还好 那个小丑真好笑 没错 他手一花就把鸡蛋扔到头上去了 是啊 快点 好心的去看 你们爷俩一点都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 我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 怎么突然就生气了呢 委居妈妈还没回来 是啊 委居妈妈说出去散心 都走了一个下午了还不回来 好 让人担心 咱们去找找妈妈吧 好吧 超市也没有 他会去哪儿 委居妈妈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 委居妈妈 委居妈妈 这么晚了快回家 我和她头儿子的肚子都提出抗疫了 回家 开什么玩笑 现在可不行 我还在工作呢 工作 对 我现在是这里的大厨 要下班才能走 有 委居的手艺可真是真是没得说 谢谢你来保护我 可是委居妈妈 我好饿 今天我可没有时间给你们做饭了 我要给大家做饭吃 您的两剃包子 您这是一剃吧 热乎乎的包子 来了 今天的包子馅相难多汁不油腻 是用了什么秘密配方吗 这是维群妈妈的居家配方 不一样吧 真好吃 我都吃了四个了 当然 我妈妈平时做饭就好吃 你们还没有吃过维群妈妈做的红烧肉 这个味道 你们真这么觉得 可我从来没有听你们表扬过我 这个其实 维群妈妈的厨艺一级棒 再给我来两楼 好 来了 这就来 小偷爸爸 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夸奖维群妈妈 是啊 我们好像总对了维群妈妈为我们做法是应该的 其实她做法那么辛苦 味道又那么好 可连句赞美的话我们都没有说过 这是 一定要赞美 维群妈妈 你蒸的包子是天下第一好吃 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 能不能给我吃几个 维群妈妈 好吧 真可惜 今天的包子已经卖完了 维群妈妈 再给我蒸点包子 太不巧了 我这里没有面 肉馅也不够了 大腿儿子 现在我要下班了 委屈妈妈 我们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我们回家 委屈妈妈 以后我们一定要珍惜你的劳动成果 向你保证 这还差不多 走吧 回家 我也给你们蒸包子去 太好了 回家了 回家 大头儿子 我们走吧 我要吃美菊妈妈做的 世界上最好吃的包子了